好,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这里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ID是吧 ID是一个指针,它也指向一个GDT的一个结构的类型 那么ID我们后面会看到它的用法跟这个全局变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全局变量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名称叫GD是吧 ID和GD是不一样的,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 接下去定义了两个ADDR和ADDSP两个长整形量 好,那么接下去看这个REG,这个REG呢,其实它没有定义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onfig下滑线param,这个红没有定义 这个红是配置的一部分,如果这个红不配置的话 那这个U long,然后REG这个局部变量呢,就根本不会在这个函数里面出现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下啊 这个函数,不是说这个红,这个配置红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我们以前讲过是吧,是在这个include下面的config 下面有一个文叫叫s5p下滑线gony.h 所有的这个关于这块开发板的配置都是在这个文件里面配置的 我们记频道了下,然后我们会试一下 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板子的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找到其中一个s5p 然后是下滑线gony.h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为了分析方便呢 我们在这个notepad里面打开这个s5pgony这个文件 .h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大多数page呢都是以config为开头的 一般在YouTube的说明文档里面说过了 跟板子有关的page都是以config开头的 然后跟这个系统有关的page都是跟configsys开头的 跟板子有关的都是以config开头的 好吧我们来看下去 这里大多数page都是以config下滑线开头的 是吧 那就是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不是比较麻烦 比较重要一点 它是那个说明了这个dram的base 它是以config下滑线sys开头的 是重要的跟系统有关的 那么这里配上了3000000 这个不对是吧 这个我们后面随着我们的分析 我们原代码的深入啊 我们做实验时候要把这个改掉 以后要改成2000000 好那么再往下看一些 这些都无关紧要 再往后看 这个一些都是命令行的配置 在后面这个comboot delay呢 是这个boot以后它延迟多少秒钟 后面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用到 那么在最后比较要重要的要改的是这个 physicalsdram 因为它原来这块goni的板 它用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内存 所以说包括1dram 还有用了dmc1 还有dmc2 就是我们说dmc0和dmc1了 所以说它有三个rank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要把它改掉 把2和3全部都删掉 只留一个rank 那么开始是以2000000开始的 然后这个大小呢 不是80兆 是512 左移20位 就是512兆 那么至于再下去别的一些细节呢 要改的地方就不多了 我们以后碰到的时候呢 碰到用的时候 我们再来改 好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sourcing test的界面 然后看这个config parameter pim 是吧 我们在这个 这个配置啊 goni.h文件里面搜一下 看看能不能搜到这个配置 好 他跟我们说 跟我们说没有搜到 是吧 没有搜到的话 就说明没有使用这个配置 没有使用这个配置的话 那么在我们这个 这个board edit 下滑线f里面 就不用管这一个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boot stage mark name 这个啊 是一个跟调试有关的 一个输出信息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略过不看 它是有一个标记 它说明现在运行到什么地方了 那么 那么跟我们通常的主流程 关系不大 我们可以不看 好 这个比较关键 下面就是要复制这个gd了 是吧 gd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并且这个全局变量不在内存里面 而是在r8这个寄存器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要给这个寄存器去复制了 要说明这gdt就是整个一块结构 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么它是怎么安排的呢 可以看这里 它这里用了一个红config.sysinit下滑线spaddr 那么这个红是在哪里定义呢 有了sourcing才很方便 它列出了下面定义这个红的几个文件 比方说这个第一个是在smdkv310.h里面定义的 不是 我们略过不看 第二个在2410也不是 我们略过不看 第三个c100.h也不看 第四个这个universal也不是 第五个 这个是了s5pgonit.h里面定义了这个config.sysspaddr 是吧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值是多少 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 有没有印象 这个值在我们前面的start.s里面 就是这个值是吧 已经把这个值放到这个sp里面去了 当时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展开讲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值算一下 看看它究竟是多少 好吧 那么我们这里跳过跳转到这个地方 双击 那么它等于多少呢 config.sysinit.spaddr等于又一个红 等于这个config.syslow的adpr减去0x100000 好 那么我们调出我们的黑板 在这里写一下啊 这里第一个变这个红呢 我们先带领大家就是手算一遍 那么以后再碰到类似的红呢 我们就不算了 大家自己是自己算了啊 这个第一个我们为了教学期间方便呢 我们大家手算一下 那么这个config是吧 sys然后是init然后sp下滑线addr 它等于等于这个config 我们可以知道 econfig下滑线开头的肯定是在这个.h文件里面配置的 然后它还有个sys 然后loadaddr 减去0x100 然后是0000是吧 那么这个值大概等于多少呢 这个值我们查一下表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值等于16兆 好 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看 这个值又是等于多少 那么显然也应该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找 是吧 config is low的addr 我们往前看 在这里 在第188行 config is low的addr 那么它又是另外一个数字给算出来的 是吧 那么它等于多少呢 等于config sysdram base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sdram base 我们以后要改 加上这个400 0000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写一下 这个config is low的addr 这个config says low的addr 000000 那么这个值又等于多少呢 拖一下 一样 就等于16兆乘以4 是吧 那么应该是等于256兆 错了啊 这个不是256兆 这个是64兆 好 好 那么这个config sdram base 这个值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吧 这个值我们以后要改成 0x2000 0000 这是我们dram开始的地方 那么这个值显然也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 我们往上看 是在这个第46行 那这个地方定义的 它现在定义成3000000 对吧 它是用的 它是用它那块demo开发版 而我们这块开发版是从2000000开始的 那么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明了了 这个整个config s init spaddr 等于多少呢 算下来 就是应该等于0x 基地值2000000 然后呢 加上 64兆 这里应该是加好啊 然后再减去个16兆 这个位置 我们看 往下翻 加上64兆是在这里 是吧 然后减去 再减去这个16兆是在这里 好 那么最终这个地址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0x2000000 加上64兆 减16兆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 sdram的图形来表示的话 假设这个地方是0x2000000 这个地方是512兆 那么它的这个sp现在指针指向的地方 或者说要付给基地t 啊 付给付给基地这个全局变量的地方 应该是在这里 这里是64兆 然后再减去个16兆 也就是说 现在基地t应该是指向这个地方 基地 然后它使用的就是这一部分的空间的内容 那么回到我们前面这个init点 嗯 border init f 是吧 下滑下f 然后这个 它把这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值 现在我们知道 当然知道 这个等于就是刚才说的 0x2000000 加上64兆 减去16兆 然后让它对于这个八个字节对齐 那么肯定是对齐的 然后把它呃强制进行一个类型转换 转换为一个基地t类型 那么以后再往基地这个数 这个这个结构里面写数据 比方说写一个 在这里 比方说我们以后写一个基地里面会用到的一个变量 我们来看一下 基地里面 比方就说这个flags吧 那么基地flags这个 这个变量的地址 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开头的一块内容里面 然后如果继续往下写的话 继续多多多多多多 这个16兆应该足够可以容纳这个 GDT这个结构了 好 那么它还有一步就是前面的这个 started S里面 把SP这个指针 这个这个堆栈寄存器 设成这个值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 一下 相当于现在系统的SP指针堆栈指向这里 那么它以后要用到堆栈 用一些放一些局部变量或者一些局部运算结果 都是会放在这个地方 堆栈基础是往下增长的 就是这个地方一点一点一点放下去 那么可可见这两者现在是完全不冲突的 是吧 好 好 现在回到代码 现在GDT既然我们已经给它复制到指向这块地址了 那么接着就可以使用GDT中的内容了 那么它这里为了防止编译器进行优化 那么强制这里做了一个barrow一个屏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下部分或者以上部分都是 不叫以上部分 就是这一句是去空止令 但是说明这一句要写一个内存 也就是做了一个屏障 不要让那个编译器进行优化和那个使用缓存 好 那么在下面它调用memory set这个函数 是吧 memory set这个函数 我们看到它有三个地方 有这个函数定义 一个是string.c 就appdata这个目录里面的string.c 不太像 一个是也是在appdata里面的string.c 那么还有一个是在standalone里面的memory to memory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点c一场串 那么具体是在哪一个文件里面定义的呢 比较靠谱的是这个lib下面的string.c 它里面包含了所有关于字符串的酷函数的操作的定义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函数 跳转到这里 其实你稍微分析一下就会明白 这个函数非常简单是吧 它就是把这个指向这个s字符串指针这个地方 每一个地每一个指 进行一个循环 然后每一个值呢都附成这个c 我们输入的这个呃字符 然后并并且输入我们指定的需要的长度 好 这个就不详细讲了 看一看应该没问题的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集底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里面全部给清零 写零 然后写多少个字节呢 size of gdt 就是这个结构 它计算了一下size of 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计算整个struct的结构 对吧 算出来整个struct的它到底有多少个长多少长度 然后就把这么个长度全部给清零 好 那么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memory seat到底在不在这个16k里面 前面我们说过这个我们的board initf 这个我们前面算过的并且用obj dump看过 它是在16k里面的是吧 但是这个memory seat 它是在live下面的string.c文件里面的 那么这个文件可以想象它应该已经排到很后面 很后面了 那么它在不在这个我们的16k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好 回到我们前面这个linux的界面 我们再次打开刚才dump的这个导出文件 好 我们搜索一下memory set 这个函数它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看到了 它是memory set 它定义在3481c8 3481c8c4这个地方 是吧 那么 我们前面说过start是在348000定义的 而这个比start超越了 就是在start后面的1c8c4这个地方 那么1c8c4我们用计算器给算一下 1c8c4 然后把它换算成16静置的话 已经到116k这个地方了 我们这里写一写 1c8c4 1c8c4 等于大概差不多是116k左右 那么显然这么大一个数字 呃 肯定不在这个片内的16k的这个范围里面了 所以说 如果这个函数在这里 它要调用memory set这个函数 必定要跑倍 也就是说 它会跳转到内存的内存的 内存的 再再画一画 也就是说 它会跳转到 假如这个是片内的sram的话 一定要用这个函数 一定要用这个函数 如果编译器做的是短跳转 它必须是说相对跳转 它必定跳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现在是空的 没东西的 或者说是未定义的 那么必定程序跑倍 死机 如果编译器 它用的是这个绝对跳转 跳转到 呃 就是刚才看到的 3481 什么呃 dc啊 什么东西等等等等 那么它必然跳到片外的ddr中的 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方 地址 那现在这个里面的地址 都是未初始化的 都是乱码 那么跳过去后 也必定导致程序跑倍 所以我们的Uboot 这就是我们可以 刚才可以看到 我们的Uboot 启动以后 然后显示出 我们刚才要让它显示的代码以后 然后就死在那里 是吧 不动了 原因就是这句话 memory set 一定要用这个函数 必然程序跑倍 那么接下去 我们要怎么做呢